法师进化之后出场会自带火焰盾 火焰盾可以为法师扛入致命的伤害 被摧毁之后还会爆炸击退所有单位 爆炸附带336的范围伤害 足够秒杀王林海 不过一旦失去了护盾 这个进化法师就跟一般的法师一样了 依旧非常脆弱 除此之外 这个进化法师的数值和一般的法师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提升 它的全部进化属性全都体现在这个火焰盾上面了 火焰盾有540的血量 被摧毁之后造成330多的伤害 所以一旦进化法师失去它的火焰盾 它就和一般的法师没有任何区别了 只是换了个颜色而已 好 以上就是这个进化法师已经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开始废话了 你们想退出的话可以退出了 那么这个进化法师的强度是不是已经强到爆炸了呢 下赛季法师战争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没有的 这个进化感觉就还行 算一个蛮OK的进化 它弥补了这个法师身板翠 然后容易被秒杀的这个弱点 还有就是给它加了一个类似电法和冰法的登场效果 这个火法最经典的法师居然没有登场效果 我就觉得应该给它加一个 这次通过这个觉醒给它加了一个类似的效果 火焰盾 让它至少肯定能打出一个小火球的伤害 我觉得是稍微把它的这个强度拉起来了一点点 不过本质上它依旧是那个经典的火法 它一般的火法能做到的上限的事情 它也不能超过太多 你不能交一个进化的法师 整个战局直接逆转了 翻盘了 没有这种事情做不到 这个火焰盾只是给它提供了一个比较保底的收益 你交一个武费 至少保证能有一点点收益的 不会像以前一样交个火法 对面直接火闪直接秒了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了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火焰盾 这个火焰盾的属性是比一般的盾牌要高一点点的 他们给了这个进化法师一点面子 要不是这个火焰盾能被这个剑羽就破掉的话 那么感觉就有点没面子了 OK总之一般的法术是 像剑羽和滚木这些是破不了它的盾的 你得再加点什么东西 或者让其他单位再打一下 才能把这个盾给破掉 这个法师的弱点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你就可以用进战单位去切它 当然砸毛还是不行 砸毛切普通的法师也切不太动 所以你就用进战的骑士 什么小皮卡剁两刀 或者什么远程单位 把它那个火焰盾点掉也是可以的 就跟一般的法师差不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火焰盾破掉的时候 这个击退效果范围挺大的 然后伤害有330多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可以秒杀哥布林小王林这种砸毛 但是这个弓箭手和烟花是秒不了的 所以你要说这个伤害很高吗 倒也没有 但砸毛的话还是非常忌惮的 所以解这个进化法师的时候 注意不要叫什么砸毛 在旁边在他周围 比较简单的解法就是你先放个进战 把那个盾给破掉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放砸毛了 因为这个法师还会锁定那个进战 然后砸毛围杀法师 我想你们都会吧 那么这个进化法师在什么时候用效果最好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防守的时候 你看这个火焰盾爆炸的时候 击退的范围非常远 不管你是什么胖子 石头人 皮卡锤 都得往后退 就像一开始的进化工程锤一样 击退所有单位 就像跟滚木一样 不过这个进退范围比他们更远 非常远的进退范围 可以极大程度的降低你的防守压力 这个进化法师用来防 那个进化卫队 感觉也是不错的 他们你可以放在中间 把那个卫队拉到中间来 然后火焰盾一炸 全部击退 然后造成300多的伤害 对这个血比较薄的卫队来说 他们也是毁灭性的打击了 所以下个赛季 卫队不一定很好过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法师进化就还好 没有特别离谱 因为他只是获得了一个 可以发挥他原本实力的一个机会而已 有一个类似的卡锤 就是黄毛 因为黄毛他本身输出伤害很高 五个黄毛一起砍 什么都砍得掉 不过他那个弱点太致命了 就怕火球给他秒了 那个黄毛通过这个进化 就克服了这个火球 他们实力就得以发挥 就强度就很高了 但这个法师他强度 他就算他能发挥原本的实力 他有很厉害吗 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厉害吧 因为有那么一张牌 他几乎基本上 他基本上全方位吊打这个法师 就是这个屠夫 他有这个很很长的射程 穿透的伤害 伤害跟法师也差不多 然后血量比这个进化法师的本体 加护盾加起来都多1800 那个法师本体加护盾也就1500多 那么法师进化之后获得优势 就是比这个屠夫能扛一个致命的伤害 然后加一个登场的火球效果 那么他的强度应该是比屠夫要强一点点了 不过屠夫这个强度在当前版本里面 好像使用力也排不上号 他比这个屠夫强一点 好像也没有强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的这个个人看法 如果你的客人 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话 欢迎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师做坏掉了 哇天哪 夏格赛季 法师战争 哇 苏博瑟就知道做这个超模卡牌 骗我们的钱 我自己真的觉得 真的不觉得这个进化活法能强到哪里去 我自己呢也是有一点惊艳的 当初我看到那个进化的武神的时候 我觉得哇 好厉害 自带飓风 哇夏格赛季武神战争 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武神 并没有特别厉害的 特别是因为他这个属性方面 没有任何的加成了 就是跟一般的武神一样 就加了一个飓风 然后这个赛季攻城锤也一样 哇攻城锤 击退一切目标 哇无限攻城 哇好厉害啊 这个赛季攻城锤战争 实际上也没有 实际上攻城锤强度 在这个版本里面 感觉上也就那样 没有完全烂掉 没有完全爆炸强 实际上就这样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这个法师也就 是强了一点 但没有强到非常离谱 离谱的这个境界 所以 如果你的想法 跟我不一样的话 欢迎讨论 欢迎友善讨论 一切强度 一切使用率方面 都是我的推测 一切都要以 到时候游戏里面 实装为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